我們這個果園 占地大概是100畝左右 有高達90畝左右的楊桃 第二大的產品是我們巴勒 我叫謝東佑 來自台灣台北 我們家的楊桃園是從98年 我爺爺那個時候在這邊種的楊桃 10年前我爸爸來這裡接的這塊農場 對,那現在是換我 那我現在主業其實還是學生 到廈門大學廣告學系 英文傳播研究所 我平時在學校讀書 假日的時候回來幫忙 我們家的楊桃是從台灣帶過來的品種 是用價值的技術 楊桃樹的根基 還是用本地的楊桃樹 我們家的楊桃是從台灣帶過來的品種 在樹枝接在我們的樹幹上面 就可以順利地培育台灣的品種 我們現在楊桃剛好在開花 對,差不多10月就可以收成了 長出來之後 會在它小時候用袋子 像這樣的白袋子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的就是我們品質比較好的楊桃 等它長大之後就可以再來賣 也可以讓遊客來採摘 這裡就是我們水果摘下來之後在挑果的地區 還有包裝的地方 我們在這邊二十幾年也有享受過一些 農民的政策扶持 對,那我來之後也有聽說過一些 台青創業的政策 那我最近也有想去了解一下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紅芯芭樂 看一下它裡面就是這樣紅芯的 紅芯就是比較軟的 那這種軟的芭樂它的香氣比較重 我們的芭樂跟楊桃 現在是有供應到廈門市的一些連鎖超商 跟附近的這個實驗基地 實驗小學有一些研學活動的配合 這些其實都是我父親他們的興趣 他這個興趣剛好可以教我們小朋友 體驗我們大自然 然後體驗不同的生活 實坐下來其實小孩子們也是都還挺喜歡的 其實我離這個校園生活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我覺得說還是可以再進去看看 我覺得我現在還年輕嘛 多學一點東西或許以後也可以幫上就是我的事業這樣子 所以其實大家的素質一方面也高 然後二方面就是也都還挺更真的 懂學習會學習然後又會玩 都是蠻厲害的一群年輕人 壓力肯定是大的 之前的印象都還停留在十幾年前吧 我爺爺那時候剛來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生活環境啊舒適度啊乾淨啊 這些都跟現在是沒辦法別的 我這次來改觀非常多 現在大陸這邊發展也是挺不錯的 那年輕人來這裡一樣還是可以快速的習慣這邊的生活 蠻有家的感覺